女人我最大 雙型暖身請開跑囉 美妝 保養 素身 全面散折起 輸入折扣碼 再想八發折 精大細算 聰明雙美 取得在女人我最大夠往 就是把頭髮先 先撥出我們想要撥的髮的造型 你的那個 先分一個線 你剛剛講說那叫什麼書 小圓書就是這個 它的小圓書好細喔 對 很小的 這是男生 我覺得這個是男生用 因為頭髮比較短用的 然後就是一開始呢 我會先撥出自己想要的型 就是因為我會喜歡 就是譬如說是六四分 或者是中分這樣子 然後就先撥出一個線 撥好了之後呢 然後我就會開始把頭髮吹順 吹順的時候 我們會分成兩片再吹 我們先把上面這一片往後撥 然後這一片呢 就是先用小圓書 先如果有就是有比較亂的話 就要先稍微梳直一下 然後如果梳好之後呢 就是這樣子固定 然後就是你擺好之後啊 由上往下拉 就像女生吹瀏海一樣 對 就像女生吹瀏海那樣 拉直 然後把它拉直 然後那時候吹風其實開了 然後因為它有熱 然後頭髮就會變得比較直一點 OK 就是因為你現在頭髮已經吹直 然後剝好之後嘛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直接用髮蠟 然後髮蠟也不要用太多 就是大概用這樣子的量 這樣子的量就好 然後把它全部整個塗在手上 然後就吸收了 手太乾了有沒有 讓護手霜太用 然後就可以把頭髮往後撥 吹直然後再往後撥 先往前吹 先往後撥 然後把 先往前吹 吹完了往後撥 我已經習慣把所有的髮蠟 全部都抹在頭髮上 均勻的 均勻的抹在頭髮上 然後可能左右抹一下 然後這時候再把它剝下來 喬回你要的六四或者是中生 然後通常我還有一個小訣竅 就是通常在吹頭髮的時候 我會用這一個 如果在吹瀏海 然後我會希望它有點往內彎的時候 我在吹的時候呢 我會把這個小圓書 然後稍微 本來是這樣子嘛 然後在吹的時候呢 順便往五度帶 然後它就會往內彎 明白 是滿厲害的 因為如果拉平的 拉平的 那個瀏海就會呆呆的平平的捲 然後它把它放斜的 就會往這邊走 但是因為像我剛剛 因為我剛剛有戴帽子 然後頭髮就會有點塌 然後但我就可能就是 因為我就是 不然我就是用那種 頭髮整個放下來 然後稍微微開 然後再拉一點線條 它感覺會在家裡弄很久 對啊 我抓一顆頭可能會抓 真的抓非常久 比女生還久 對 這樣子 可是它之前 我們好像在直播的時候 是YT直播嗎 它好像也有教我們大家 就會弄一些頭髮什麼的 我跟你講 弄得超久的 真的超久 可是它結束了還沒用 好看嗎 可是因為沒有熱工具 好難用 你還好 可能男生要自己弄 不太容易 對 教練 老師沒有熱工具要怎麼辦 如果現在已經塌的話 我覺得 戴帽子 把它弄塌 經歷到現在原來 要戴回去 他花那麼多時間講完 我們說你還是戴帽子 還是劍老師的熱工具 還是戴帽子對不對 不過 變大哥是我認識所有男生裡面 他算很會整理頭髮的 對 因為他的那個髮量還有髮流 的條件不是很好 所以他算 以他的那個 就是你知道手工 他算很厲害的 但姐我覺得男生 自己弄的髮真的會比較久 因為女生如果真的很急很趕的時候 長頭髮就有些 直接吹順綁起來 但是很短的就一定要整理 對 所以其實他會花那麼久的時間 男生真的抓頭髮 大概都要花差不多一個小時 而且真的一定要洗過頭 一個小時 阿爺你這樣弄一個小時 因為你只要洗頭是不是 對 就是加洗頭 可是加洗頭上半小時 我覺得 他原來是說要半小時 因為我是 可是洗頭是大家一定要的 就是洗頭完 吹完才會碰 對 然後噴完之後我也是跟他一樣 會先把分線分好